我們看了一下 223 這個肩 總共從 從這個49到56 前面42到48 都是右路處 內外右路處 右四身 右處 右瘦 右小 右絲 右愛身 總共是8斤 7斤 好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49斤 跟這個羅阿洛講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四身 有四之身 以及 有四之身所認識的一切 一切季節 怎麼樣我能夠在面對這個世界 我自己的時候 沒有我 我所 沒有我見 我所見 我愛 我所愛 這個是佛魂 這個羅阿洛 羅阿洛 羅阿洛 是我們 四尊師 法祖 法根 法魁 法魏 請佛 來告訴我們 我們要怎麼修行 才能得羅羅索 這裡就從 宴 我們稍微來回想一下 在五運相應裡面 就是 運相應 現在這個是促相應 那有很多東西是一樣的 在運相應裡面 佛告訴我們 怎麼修無我 那通常 通常有三個方式 一個是 一個是 就五運身心 像這裡一樣 各個人來講的就是 過去 現在 未來 從時間上 從空間上 內 更刮 就是 我 在過去 在現在 在未來 到底是 過去的 過去的色受小情勢 還是過去的受 是過去的色受小情勢 還是現在的色受小情勢 就這樣去刮 還是未來的 如果 到底是 在哪裡 那我 是我小情勢的 所以 基本上 我是在過去 是在現在 還是在未來 我們如果看到 文明經裡面 阿難的七處正先 大概也是這樣 那 另外 另外一個 就是 現在 就是 內 我到底是 這個身內 是我 這個身外 是 是 是這樣 我到底在這個身之內 還是在這個身之外 如果是內跟外 這個是從空間上 所來看到 因為如果我存在 那麼它 從時間上講 從空間上講 從性質上講 從性質上講 它就有一個善跟惡的差別 那 社法上就有所謂的好跟不好 心法上就有所謂的善跟惡 這個就是 我們說 好醜 內外 好醜 這個叫 粗 然後這個 粗跟稀 粗稀 好醜 遠近 內外 粗稀 這個是從性質上說 粗跟稀 好跟醜 粗稀 就是大跟小 所有的身形都有大跟小 心也是一樣的 諸恩喜 好跟不好 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 遠跟近 清楚不清楚 這種是佛分析的 從古音上講 就是世主 古內 內外 過去現在 未來 很簡單就是我們從 從時間上講 從空間上講 就是有一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 在從時間上講 它是在過去 現在 應該是從過去到未來 是過去 是現在 是未來 從空間上講 從空間上講 它是內 還是外 從它存在本身的性質上講 它是好醜 粗稀 粗稀好醜 遠近 從這個講 好 那這是第一種 就是過去 現在又兩邊 外好處出去 遠近 然後 第二種 第二種 基本上 就是第一 從它 這個無運的法 依法 去觀它 去觀它 其實是不存在的 第一個是 去看它 到底如果它在 到底是在哪裡 就是這個 在過去 在現在的教會 是出 是好 是醜 是醜 是遠自去 這是第一種 就是如果它存在 它到底在哪裡 第二個 仔細去觀察它 就是 發現 就是你去 用這樣去觀照它 讓它知道它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認為它是存在的 但是你這樣去觀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它是不存在的 這個就是第一把 色與巨墨 就是你實際上去觀察它 存在本身的 存在本身的現象 你會發現 其實不存在的 色與巨墨 一個色把 也聚集起來的 就好像巨墨一樣 瘦如水泡 瘦就像水泡一樣 有刺青就騎著水泡 起棉多久就棉又沒有 又有刺青又一點 實際上真的是這樣 這個真的是五命的現象 那你就這樣去觀 你真的是這樣 你就要發現 這個不是不存在的 它是這樣 所以 第一個是 如果它存在 那到底是在哪裡 第二個你只是去看 我們身心的現象 跟這個世間 某些現象是一樣的 那世間這個現象 其實就是我們看到的 不實在的現象 那我們的身心現象 跟世間的這一些巨墨 水泡是一樣的 所以 世間這個不存在 跟我們身心 這個我 當然也不存在 這樣去觀察 這是第二種 色與巨墨 瘦如水泡 響名 陽面 行名 八家 事物化法 這是第二種觀察 第三種觀察是比較 一樣 一樣 就是 眾生有一些現象 是我們所知道的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去執取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中文 就對我執來說的 那前面就是我愛 那前面這個比較熟 我見 就是 如果有我 見有我 眾生見有我 那你這樣說 如果有我 那我在哪裡 如果有我 那我是什麼 什麼是我 巨墨 水泡 兩年 這個都不是啊 忽然間的現象現起的 過了卻沒有啊 那水泡也是一樣的 巨墨也是一樣的 它不是世上存在的 因為很多人才有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 就比較偏重 在我愛上的 我愛上是什麼 就是你要執取 這個身心 所以它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個身心 如病 如幽 如刺 如刺 如刪 哪怕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佛 我們從五月裡面來看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這三種 如病 如幽 如刺 如刪 然後還有一種 就是從根本上說的 大概可以講 還有一種四種 一種就是從根本上說的 基本上就是 直接講的 就是 苦 空 無常 如我 那這也是根本 所謂一切法 不管是你後面的 它基本上都是 苦 空 無常 如我 苦 空 無常 苦 空 無常 基本上都是在講 如我 那這個 涉如俊諾 瘦如水泡 祥圍圍圍其 如花椒 這個都是在講 如常 如我 如病 如庸 如癢 如刺 如傷 也要講 苦 無常 有苦 這個其實就是 如我們這樣分起來 就是對我見法 這樣來講 好 那這個是五月上 那佛陀講 怎麼去觀這個我 那總說就是苦空無常 那如果想方法的話 信說的話 信說的話 竟然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這個 五月 留病 如憂 如刺 如傷 從涉法 涉法 涉受想停是這樣 第一關 或是走的關 都一樣 涉如水泡 到想如揚怨 喜如花椒 四五幻化 那麼 過去現在為了 另外出息 好處無盡 大概就這樣 我們把它綜合一下 基本上是這樣 五月它就是這五種 就是這三種 我們可以講四種 那這苦空無常 如果這個那是總說 好 那六處呢 一樣 你就把五月四二小形式 換成 平折生育 涉失加密處 不這樣嗎 涉法 你就換成五個 叫做 言有平折生 然後 受想停止 你就換成 意 然後又加上 六 就是六怪又粗 然後十八戒 也一樣 加上六四生 六處生 六享生 六四生 六處生 六瘦生 六巧生 六師生 六愛生 基本它是這樣 好 就是會在我上生執著的 所以它這裡講 若過去若未來 若謝家 若念若來若去若謝 若好若醜若緣若見 是比一切非我 非益我 不相長 那講到這個 我們就稍微要回想一下 因為我們一言九零三課 那 前面講的 國公無殘無我 這個 過去現在未來 另外好所出息遠見 那 社會居莫受水暴降 流淹血入花椒 無病如擁無癡 無刺 無殺 二教堂老害 那麼 這些是從 舊我 我 上去做觀察 那麼 能夠知道 慶慎無我 那 另外它這裡說 那 從我 我的形態 來看 來看 從無運來看 那到底是 五運合合是我 還是五運一一是我 是從這樣來看 因為有五運 六處有六合 六四身也有六合 六處身也有六合 六處身也有六合 六壽身 六四身 六小身 六愛身都有六合 那我 是遠起的 這個就是從遠起看 我們 這個我是遠起合 無運合合 叫做我 六處合合 叫做我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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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在問 到底 要怎麼樣 練 怎麼樣修 才能夠我 我我我手 就告訴你 基本上 你從我 這樣來看 就是內外 過去 現在未來 從時間上 從空間上 從屬性上 如果是保持心 為什麼 心在過去 現在未來 內外中間 跟什麼 他撐吃 照理說 應該是善惡無禁 因為心有所謂的善惡無禁 他的性 性子屬性 你發出來的心 你發出來 意見而起 這種 這種反應 有善的有惡的有無禁 因為 惡的環腦性 眾生是一定的 所以他從環腦性來看 環腦性不離開 他撐吃 所以說 先自在他 所以是他 就撐還是吃 如果是他 就不會是撐 如果是撐就不會是吃 怎麼可能 既他又撐又吃 不可能一個人有三個心 就是他的性子 就是說 這塊東西既然是基的 那就不可能同時又是癮的 既然是癮的 同時又是鐵的 其實從這個角度上去觀察 這個心不是 那眾生是心為主的 心都不是 身怎麼可能是 因為像這樣 當然也有執著這個 沒有 因為身心都是一種現象的 這個是保激經的 另外 另外 就從這個我 合合的這個我 緣起三個 緣起合合的這個我來講 他就有這個 無印合合的 是我 還是五印第一是我 還是五印之外有我 因為我們認為的我 是五印合合的 好 那就他第一跟你講 如果五印合合的是我 那五印是射過小平次 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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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事我 請射我 我屬於射屬於我 這個是相在的問題 我在射中 射在我中 我屬於射射屬於我 這個是所謂相在的問題 五印就是我 還是五印之外沒有用我 這個就是一跟地的問題 所以就是這裡的 即入我離於我 跟相在我 或是相屬於我 類似像這樣 這個也講不到 即入我離於我 很容易 就是信誼講的 射即是 我 射即是空 空就是無我 射即是 無我 射即是 或者受即是無我 這是直接講的 那如果我們歸的歸人 射是我嗎 射是我嗎 這當然不是 所以就是 比一切非我 如果照這個經理來講 那眼是我嗎 當然不是 眼是我 耳就不是我的 那耳是我 當然不是 那眼的鼻子的身體 合起來是我嗎 當然也不是 眼都不是我的 眼的鼻子的身體 合起來怎麼會是我的 這樣的概念 想一下你就稍微知道了 就好像說 那這棟房子是你的嗎 不是 那這棟房子不是你的 這棟房子的東西怎麼會是你的 如果這棟房子的 這個東西不是你的 這個頭像不是你的 這個牆地不是你的 這個天花板不是你的 那麼你說 雖然這些都不是我的 但這棟房子是我的 那有道理嗎 那你道理啊 所以一棟房子是你的頭起來 他不是我 為什麼 也不是我 而不是我 那是像這樣的概念 你稍微想一下 這樣去觀察 去你的我子 那如果說如果是我 那我在哪裡 就又有這樣的問題 那什麼是我 那我在哪裡 我是什麼 我有什麼 那就會覺得我手的問題 那這些你仔細去想 仔細去觀 大多數是靜下來的時候 你的心設做起來 然後去觀察 這個身心 因為煩惱是從身心起來的 那你去觀察你的身跟心 那你會發現到 譬如說 身是什麼 世音書就是這樣 第一個是先觀身 可是這個是對照你 那其實他重點不見 是因為對照你對身的灘害 那一般是觀身是什麼 身滴水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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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身體變成三十六 然後你發現 這意義都不是你的 這是所謂的生就是這些合合物 那心呢 受想行事 那受是什麼 受是什麼 想是什麼 就是六受生、六想生、六失生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前面那個受想行事 受想行、六受生、六想生、六失生、六愛生、六失生 就是從 受是什麼 受是什麼 受什麼來的 沒有受啊 受只是因為 當成是合得才有的 當成是不合得才有的 所以你只要去想 只要去想 靜下來想 做的時候 一個人都是 心靜下來想這些問題 你會發現 他真的沒有我 真的不是我 就這樣 所以我們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 補印它是這樣子 補印就是受受想行事而已 就五個 裂六入處就比較多 就六個 那六個一定牽涉到我的我手 因為進階入入處 這個是其實講的比較細 然後從這裡延伸就有什麼 六畜生、六受生、六想生 六畜生、六失生、六想生 其實六失生、六畜生 很簡單 我們就把 內六受跟外六受是六根六成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十二處 那 更、乘、四一定有一個四 六四生就是八戒 那這個就是 五運六處 因為火法裡面重點就是兩顆五 聖主要就是五運跟六處 所以有五運送跟六路處送 那其他的基本上就 附在這個六路處後備 尤其是六路處後備跟乘 這是六路處 內六路或外六路 那後面就是四跟乘 就是這個四生 那這個四在這個五畜裡面 就是單獨說 那在這個 在跟受小形式和形 就是 就是 就是放在一起 如果在六路處 他就有個四 因為四在跟起作用 四在跟起作用 在眼跟就變成眼四 在耳跟就變成眼四 而在五運六處就是這麼說 五運就是 他這個四 伴隨著受小形 所以他在六路處裡面 就是我們就很容易記得 跟乘四 和合身處 處聚受小失 那就變成 跟乘 這五運 對於面對境界 那就是分成跟乘 又跟又乘 就是內右處外右處 那以這個為果 那之後 外右處就是我所 跟乘 合合身處 就有六處的問題 就是要六處生 那 合合身處 就有六處生 眼界手生處 眼界手生處 六處生 之後 處會去生 就是不會只有處一個心所去生起 他會同時有所謂的心所 心所就是什麼 受小失 基本上就有六處生 受感受的問題 六想生 六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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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就有什麼 又愛生 受享思 又受又享又失之後 就有又愛生 就這樣 你整個把它圍繞起來 就這樣 這幾點是經過誤判整合的 當然佛偷講不會這樣 後面講這個 後面講這個 他就是整個做 比較詳細的分析 然後告訴你的 在解體的時候就把它放上來 所以他就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很簡單的就是這個我 基本上人運 六出內六外六 然後就 運生 所以他重點是五運送跟六出送 五出送後面是連起 連起都是另外一個 一個觀察 連起是做整個現象 身心的現象來講 那五運六出是就 身心本身來說 那 遠起比較就 身心整個現象 他整個 整個怎麼樣 怎麼樣這個變這個 這個變這個 這個變這個 那五運六出就是 有六種 並有五種 那這個是什麼 那看怎麼樣形成 怎麼樣存在 然後 遠起是 現在的這個 這樣 原來是怎樣 那為什麼慢慢變成這樣 那這樣會一直變成那樣 就這樣 那些都 遠起 世間都是遠起而合的 那這個就是 比較不同的差別 所以我們留了之後 我們要能夠會通 要能夠整體歸納會通 那你說馬上 舉例要反商 你馬上就會想到 那這裡是什麼說 那你什麼說 經常法跟法要同 那麼覺得覺得 你在看到任何一步驚 你馬上就會很習慣性 你是誰 你是誰 你就要上來看 你有一個阿姨 你有一個姑姑 你有一個爸爸 幾歲在做什麼 我馬上就知道 看到這個人 就馬上知道這個人 所有的背體 全部知道 你在哪裡工作 你的公司在哪裡 你有一個爸爸 一個姐姐 那是我同學 怎樣怎樣怎樣 就馬上知道 我們一樣 找到這個六運出 就知道 那跟法 就知道五運做差別 跟十八劫 然後他有六 如果有趣受想事 就怎樣去觀察我 那其他的 比如說 那觀察我的方式 你就知道 有所謂的 總說來講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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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從他的 從他的 本身的 這個 時間上下 空間下下 還是性質上下 然後對峙上 苦空無常 從事件現象的 苦 從事件現象的 並幽次上 然後去做觀察 或是從事件現象的 水泡 聚摸 涼煙 讓芭蕉 跟 讓他們比較常品 這個 換花 去做觀察 比對 那你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 就比較讓你知道 怎麼修過 好 所以這裡講 現在講的是 集我 離我 跟現在的 目的 加起來有二十種我 加起來 這個我覺得 這是不快說的 就是說 佛所基本上 有這樣的 但不會這樣 特別起來 他只是說 從無音上去 去觀察 那如果詳細分起來 詳細分起來 就二十種 色是我 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事是我 這有五種 然後 集我 集我 集我就是 色就是我 受就是我 想就是我 然後 加起來 有五種 然後 色不是我 受不是我 想不是我 行不是我 事不是我 一 就是色之外有我 就是色本身不是我 色之外 我在色之外 比如說 那有我 那我是 這個身心就是我 還是這個身心之外有我 如果這個身心就是我 那這個身心如果我死了 這個身心就不做了 那我不就是沒有了 但是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身心就是我 五運就是我 五運即是我 那麽當這個五運停止運作 人死了 燒成灰了 他沒有身心反應 那麽 這個我在哪裏 這個我就不存在啊 這個要斷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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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身心就是我 所以身心 身心現象沒有了 你死了 就沒有身心現象 慢慢從一個人 然後 沒有心裡的身下 他沒有感受的 你這樣他不會反應嗎 沒有受想形是 到一個人 最後連身體都亂掉 連這個身都看不見了 當一開始死的時候 身還有 但是 就是沒有感受而已 受想形是沒有了 那 後來又慢慢爛掉了 也是在骨頭 骨頭也沒有了 你懂嗎 那慢慢有人不見了 那那個躲在哪裏面 所以 如果色其實我 受想形是其實我 就是斷戒 死後就沒有了 身心的後頭的時候 活動的時候 我在的 我是存在的 可是 當身心的後頭 不見的時候 那個活動沒有的 那個反應沒有的時候 我就不見了 就沒有了 那個就是斷戒 所以 集我其實就是斷戒 離我就是常見 離這個身心之外 所以這個我在不在 我都是在的 這個身心在不在 我都是在的 他只是 他只是附在這個身裡面 或是在這個身外面 然後運作 他身不是我 受神其實不是我 我是另外存在的 就是在身心之外 有一個我 這個叫離運 這個是常見 相在 就是我中有五運 五運中有我 我中有色 我中有受 我中有想 我中有血 我中有死 或是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跟色中有我 就是相屬的問題 我中有色 就是五運 五運當中有一個我 那我一定比無印象 那我在五運中 就是我在五運中 或是五運在這個我裡面 那我一定比较大 那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叫做相在 那這個相在 那這個相在 五運落後 那相在怎麼會有我 那這樣一刻調起來 也是觀念也是錯誤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就有所謂的 非我 你這樣去觀 你就知道 它不是我 那不是我 不是五運就是我 也不是五運之外 也不是我在五運中 也不是五運在我中 那這個我和五運 它就是身心 跟這個 我們說靈魂的主體 或是我的一個主體 那這兩個都不是的 好 所以就有一切 所以也得以彼者生意 真相外求法 然後這一切 非我 不是我 也不是在這之外 有我 亦我 這個就是一跟地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聯想到 除了一跟地 還有什麼 長跟段 還有什麼 哪一個去 哪有去 這個就是終關講的八股 生命長段 一一來去 不依不利 不生不滅 不慘不斷 不來不去 那 生跟滅是 波羅經比較常說的 那 暗暗間就比較有故 這樣我們就 就是比較知道 就是說 我們善過的東西 稍微在這裡 我們做一個真理 好 所以他在這裡說 亦不如施 如是知如是見 我此事生之為戒相 我我所我慢 死氣所不生 你只要探訪去觀察 你就不會在這個身先 即卸相中 生其我見我愛 去世間 然後既然 不會生起 月離二離諸相 其滅解脫 你就不會在這個我手裡面 在這個一一這邊 二就是兩邊 那 這個信息就是我們叫中道 中道就是正確 中道如實觀 中道如實正觀 後來就叫做中觀 那 暗暗間就叫做平等會 他翻譯問題來就叫平等會 一般就叫現觀 好 如是比丘 斷諸愛迂 轉去諸解 舊祭古典 正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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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現觀 佛說此經 柔柔如否所說 歡喜奉喜 那後面一樣我們說過 如 內陸 就是第五十經 那 如是外陸 第五十一經 乃至意出因緣生 瘦 一樣 跟前面四十二到四十八一樣 就是 六瘦生 六畜生 六畜生 六四生 六瘦生 六小生 六失生 到六愛生 所以這個最後應該是愛 乃至一處因緣生愛 應該是這樣 所以最後應該是 乃至意出因緣 六畜生 這樣才對 這樣才有這個 總共五十到五十六經 所以這個字應該是 應該是愛才對 那 老師這裡的註解 我看一下 第七 它沒有 不過就是 如果參考 這個 前面四十二到四十八 應該是愛才對 那 巴利文也是 巴利文的 五陰獸 五陰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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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行 也是愛 照這個經文 照這個經文 也還照這個次第來講 來自一尊 也真受 因為 那後面就是受 後面 受前面就只有四而已 四處受 只有三經而已 四處受 只有三經 受後面有什麼 有想 思 愛 還有六經 再包包怪物 還有七經 才是五十到五十六 所以這個應該是愛 乃至因緣生愛 應該是在行的時候 寫錯誤 照比講是這樣 寫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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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翻過來 七經 那這部經 就是也很常見 因為很多人會靈用 就是我在說寶的時候 他有所謂 我們叫做契機的問題 那很多會 就是 一方這部經 他說 有一天 我在 審問城 審問城 審問城是最常見的 所以在棋眼金色 講的錢非常多 非常多 那麼在棋眼金色 這個受了八萬家見也很多 那 佛有四十五年 成佛之後 有四十五年 再說 其中二十幾年 剛剛說是二十二年 都在棋眼金色講 都住在棋眼金色講 都住在棋眼金色講 不是住在棋眼金色講 就是在捨位講 在捨位講 那在捨位講 多數是在棋眼金色講 其實是這樣 在棋眼金色 那幾步入院 我們叫棋眼金色 這個時候 羅歐羅 這個就是羅歐羅 那麼我們看過 看這裡 為羅歐羅說的 為捨立佛說的 因為說在 有時候是羅歐羅 若是羅歐羅說的 或是捨立佛說的 這個是佛說的 我為捨立佛說的 我為羅歐羅說的 若是羅歐羅 和捨立佛說的 我會放在地子所說那裡 那有時候兩個是一樣的 有時候兩個都沒有 那所以 我們除了 除了這個五一誦 六路誦 六路處誦 臨起誦 道庭誦 後面還有 地子所說 如來所說 就這裡有兩個 六個 我們稍微忘記了 稍微看一下 就記得 這主要是六個 我們先看到這個課堂最前面 第二頁 稍微再記一下 農藝就 後來就很熟 你看 就最前面 木刺這邊 木刺這邊 木刺就是看著 看著人上 有些東西都放進 你看 第一個就是入佛說 然後就是入佛說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然後就雜佛說 雜佛說 雜佛說就是講 一起誓 主要是人起誓 人起是最主要的 另外就是道品 道品 道品就是三西道品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所謂的 安娜丁拉 進、學 相念這些 另外就是巴仲壽 巴仲壽 是為天皇八度明出 第四孝 然後包括人 非人 人就是毗秋相念 之外就是地址所說 地址所說跟魯蕾所說 你看地址所說跟魯蕾所說 地址裡面 地址裡面基本上是六大地址 其實蠻多的 但是只有這些六大 其實佛地址何多 還有何多 六大地址裡面 主要是史利弗物件 你看 阿納律 大家莊言 阿納相應 執多羅相應 那麼獎金最多的 其實還有一個佳儒同盟 佳儒同盟其實是 度的重生 度重盟 度重盟是佳儒同盟 說法定義是佛容納 但是因為佛容納都是 成正果之後很少在生懷 他沒有在生懷 他都是去外面說法 然後很少就入面懷 所以可能留下來也不多 然後你看 有一個職多人相應 那弟子所說 這個執多羅是在家的 執多羅長者 那如來所說 就是為這些 很多都是外道啊 什麼說的 大概就是這個 大家看 早安就這樣 那我們說 早上講的句就是 道不道理 道理跟道路 那道理之類的就是佛我 佛我就分五月六路 然後延起 延起四帝 就是我們講延起 延起跟四帝 是不是起的 延起就是四帝 四帝就是延起 一個是很多說明 一個是重的說明 其實是這樣而已 所以延起 延起無我 然後五運無我 六路無我 延起無我 然後基本上就是上去道理 就是佛運 很簡單的 道理跟道理 之後就是佛如來所說 然後還有弟子所說 另外就是八宗 八宗受相應 這裏叫做八宗 八宗受 基本上整個阿阿金的架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弟子所說裡面 最主要的基本上 其實就是阿納 阿納 舍利弗募建 這是這三個 你看 然後另外有一些所謂 阿納利 大家戰典 你看沒有大家設 大家都基本上 不太說法 是錯 大家設就不太說法 那其他的就 就是 講得不太 就是如來所說 就是為之一些 天文法覆的外道 因為這些 好 要放回啦 我們稍微 因為講到契機的問題 契機的問題 我們就稍微要理解 到底是佛法裡面 到底是 他的定基狀 到底是哪些 那佛都怎麼說 那面對的忍不一樣 他說的法是不太一樣的 也因為這樣 也因為這樣 大聖才會講 其實 解脫道只是對應當時 當時多數想要求解脫的三人 苦情三人說的 因為佛法有五秤 這個是大聖說的 如果一一難傳的話 一一解脫道講 沒有一秤 只有三秤 只有三秤 那就是 人天是一秤 那這個 生物必知果物是一秤 那如果一一大聖來講 有五秤 人秤、天秤 然後有生文 有元解 還有佛善症 如果有 那佛為什麼不說 佛有說 但說的不多 為什麼說的那麼少 因為應當時的基 這有點像說 假設 假設 這個解體經典的人不是大家設 而是虛達多長者 如果解體經典的人是虛達多 找五百個長者來解體 今天如果是虛達多 找五百個長者來解體經典 那你就會看見收入多是 持戒、身兼、之保 為什麼 他對君士講的多是這個 是不是 那因為解體的十大將設 他重的是苦情、妥妥、持戒、解脫 所以他就會偏向正面 如果今天解體的 如果是蛇利佛 或是阿難 或者是 或者是佛羅那 這種比較 我們講菩薩性的 可就不一樣 但是佛當時的基就是這樣 因為佛當時不是沙門 就是佛羅門 不是沙門就是佛羅門 那沙門多數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解脫為第一要領 只有少數自己解脫 還不斷在利益中心 這個是少數 多數得解脫的都三明數 淫邊垂下就是 在那邊 有的就是佛還沒露內盤 他不露內盤 等佛露內盤 我就要露內盤 其他時間呢 其他時間就隨緣 他也不是要去度眾生裡面 就隨緣 你看你就到天上去 你就到三明裡面去 就在那邊水也過日子 等到時間到了 他就露內盤 那有一些就 已經得解脫了 我要露內盤 我不要再留這個聖堂 我不要露內盤 你看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是 大家是當時要找五百個阿羅蘭 他也是用水動力 然後看哪一個山 哪一個山 哪是在天上 哪是在深山裡面 去把那些請來的 請來的 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就是 一心要得解脫 但是已經得解脫了 所以他們就是 叫做無事可做的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這樣 他比較菩薩重心 他在不動扑亂的 像佛陀一樣 佛陀本身就是這樣 佛陀二十八歲出家 三十五歲就成功 就得露內盤 他就得露內盤 他就得露內盤 照理講 他也可以當下露內盤 他是可以的 但是他沒有 他也沒有去深山裡面 享受極靜之熱 也沒有 有一些得了露內盤的阿羅蘭 就去享受極靜之熱 照深山裡面在整個 少吃少夜 少稀後就去享受極靜之熱 佛陀明 從解脫後 然後沒有脫解 就一指度眾生 好像七天 在享受極靜之熱 有的講四十九天 有的講五十幾天 有的講七七 有的講七個十天 就有很多種說法 那不管就是佛陀有一陣其間也是 因為極靜之熱是非常的熱 比那個山產的熱還熱 所以他後來就想 那我是不是要去說 記得這種傳說 那實際上佛陀也享受一陣其極靜之熱 那如果大多數的阿羅蘭 就是從此享受極靜之熱 一直到什麼 就到我們裡面吧 多數的阿羅蘭 然後有少數像佛陀這樣 就是不通心靜之熱 要把這個熱 把這個瓜 把這種快樂帶給重生 像架山田 然後布隆 這些都是這樣 佛陀本身就是這樣 佛陀本身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不一樣 所以菩薩道是這樣發展起來 確實有沒有 確實有 不是沒有 佛陀本身就是 所以他叫做菩薩 佛陀本身就是 菩提撒度大心眾生 菩提撒度摩撒度大心眾生 大道心 大道心 所以大生是從這個大道心 就是我這個大不敢是我自己要解脫 那一切眾生就要解脫 後來我就叫做菩薩氣 其實是這樣起來的 那你說有沒有道理 有 我覺得是有道理 那從佛陀 氣餅氣筋的說法來講 確實是有菩薩道理 當然很多男角的偶射 很多休解的話他不認懂 但是如果你照 比如說照這一部菩薩 這一部不是氣筋 又入住下面的 很明顯的佛是氣母氣筋在說法 那不同的基因他講的法不一樣 那如果都是在家裡 那你會發現到佛說法都是世界事件之道 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我們來看 好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羅歐羅去見佛 前面是羅歐羅去處理及這見佛 這個時候是羅歐羅來齊眼鏡這見佛 那可見羅歐羅一直跟著佛 佛去哪裡他到哪裡 但是大部分在這裡的地方 一直跟著佛的只有一個個就是阿難 那你說水利口目見也常常跟著 好 善哉世尊為我說法 我文法語獨於進駐 專精思為不放一駐 這個佛說法有三種狀況 一種是雨秋 那是外道去標群 像這個阿難直接去找佛 希望佛為他說法 一種是佛流血的時候 遇到人隨機說法 那一種是佛特地歸比丘 或為居士說法 那其實他們有一些對方 那有時候是說過門的時候也會說 然後觀察這個人 基岩身這個時候會說 那麼多次是佛為比丘說 那麼有時候比丘去要請佛說法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這裡就是 裸佛流去請佛為他說法 主動的 主動的 那麼說 善哉世尊 這個我們可以說好 非常好 就是偉大的終界的世尊 那請為我說法 我如果聽的時候 你看他都會這樣 我文法後獨一進駐 專精師我也不放逐 我為什麼要文法 文法就是要休息 休息也是要有解惑的 所以我聽了法之後 我會努力向上向上向解惑 那怎麼樣向上向下解惑 因為獨一進駐 就是我自己會找一個好休息的地方 安靜的地方 因為我等太多 事實在都會怎麼樣休息 沒有辦法 就是獨一進駐 自己一個去找一個安靜好休息的地方 然後努力 專心經濟努力的怎麼樣 去想這些道理 所以要知道 所以我這邊就知道 知所念 你去聽佛 聽法回來 佛則說 你先把它想清楚 弄於法 你都是不清楚弄於法 那你要怎麼修 你都要修 你一則步骤 那也不是法法 多數人都是一則步骤 佛法是沒意義的 佛法的修行 基本上會來文思修正 那麼你要能夠得到意義 一定要經過文思修 所以那文思修 它基本上就是要裝住 就是吸掉有力量 因為是心 心在修的 那心沒力量要怎麼修 那心要怎樣才有力量 如果你有煩惱 心就沒力量 那會被煩惱下去 你的心力都在 都在這些煩惱上 為什麼會有力量 所以你要不夠很專注 然後有力量 然後煩惱少 障害少 這樣才有辦法 所以環境上 身心上 你要能夠 而且你心態上 心態上 要很努力 要很努力 就是要遣住所有的心力 在修行這件事上 這樣才有辦法 所以它就說 獨一禁住 專家思維 放益住 那麼獨一禁住 專家思維 不放益住 不放益住 我這樣修理 那麼我這樣想 在家 無事思維 所以足無性子 替足虛把正性出家 前面已經常常有這種 就是出家的 或是在家的 來出家的 本來是 不是足性子的 就是這一些 什麼 差畢利的 什麼種族裡面的 這些人 這樣來出家的 在家就有學習佛法 然後之後相信 那麼來出家的 你前面多 前面常常有講 那我們就不特別講 他說正性出家 正性歸家 出家學到 就是離開家 然後出家來修佛法 那麼修辭犯 那出家就修佛法 但是七角上就是禮欲 惡不善之法 那主要是禮欲 禮欲是禮 五欲 那五欲裡面 的代表就是禮欲 基本上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出家 基本上是眷屬愛 眷屬愛 就是我愛 對於自身的 跟對於我我所愛 所以他是出家修犯恨 犯恨其實是清淨恨的意思 清淨恨 那清淨恨第一個是先修禮欲 特別是禮欲 特別是禮欲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五欲裡面 比較 雜欄比較深的 基本上就是飲食跟男女 那飲食不能斷 所以他叫你脫波起食 有什麼吃什麼 叫你過五不死 就盡量你不會吃取這個食物 你受用食物不會吃取食物 那男女的話就叫你要斷絕 就是因為他那個懶著急身 那基本上就叫你出家修犯恨 基本上是這樣 你不會 因為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的心就會被這一些打取 煩惱打取 你在哪裡 心在哪裡取煩惱 心就在哪裡受水 就沒有力了 你暴不能力在這邊 那你常常取煩惱 心就屬於一種 無知跟無慮的狀態 所以這個就比較麻煩 所以要告訴你 你要修行一定要有力量 心要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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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一個人要有目標 要朝著目標 那個目標一定要正確 就是你一定要有正確的目標 第二個你要有正確修行的方法 然後第三個一定要有 你要有正確的行為 不然這一些錯誤的行為 就是會加載錯誤的形態 然後要正確的努力 那才能夠達到正確的目標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的八正道 就是要先要有觀念 要正確 觀念要正確 然後就是觀念 你講這個行為 然後你穩定了之後 你的心力強 你在努力 那多數的人 多數的人都沒有正見正思文 正理正面正面 然後就要修正面正面 對不起 要先持其見 近其見 然後修正面正面 我們專心念佛也是一樣 專心光路心也是一樣 都是要先把這個心 穩固到一個非常安穩的狀態 就好像你的地基都沒有達好 你就一直往上面蓋 上面就一直撞來 地震下來就全部毫掉 沒有用 那風一來就全部倒掉 你要地基先達 這四根自主的地基 政見 正思文 正語 正約 正義 這五根地址 那這個地基先達 那地基打好之後 你上面再往上幹 就很穩固了 你上面再怎麼抓好 都沒關係 然後就正面正義 再加上什麼都可以 如果沒有 你上面放得越重 你就越危險 所以有一些人 他很努力修禪定 可是他正見很穩固 一有禪定 危險 因為心有直取的習慣 開始會直取境界 鬼神將略 開始鬼神將略 不是跟鬼神將略 但一旦有鬼神將略 他要拉回來就不容易了 沒有什麼人 沒有多少你可以假如動他 因為他有境界 他有境界 這個就比較麻煩 我看過很多 然後有時候政界不穩 很容易就被拉走 很容易就被拉走 所以 我們來看 他說 這個 族姓子替族勳法 正姓作家 正姓貴家 出家學道修辭 本來 見法 自知作證 你知道落語 就是法 自知作證 一般證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解脫之見 有戒定會有解脫 解脫就是見法 一般見法是見延期法 見延期就是知道延期如何 或是見勢幣也可以 見勢幣 見延期 見延期 見忠道 都是見法 忠道法 延期法 勢幣法 基本上都是無我 就是你正的無我 正的無我 就是一戒定會有解脫法 一解脫有解脫之見 解脫之見 解脫之見就是什麼 我知我見 就是自知作證的 我生一見 犯人於利益所做你做 自知不受我 這個心理就是解脫之見 這一生 最後一生 這一生再過 我就不會再復活 有生就有死 有死就有生 生死有點像日失跟日落 日落之後 那是有一個日失 因為吃之後 有一個日落 所以其實生死裡面 有什麼害怕 因為他就是 那吃日落的現象而已 發呆發洩的現象而已 那你說 我給你講下來 很多人都會跟我講 師父 這個時間好 你後來不想來 又不是你決定的 不是說你不想來 又不想來 有些人你說 以後我不再跟你做夫妻了 不再跟你做父子 也不是你決定的 以後我們要再做夫妻 要做父子 以後我還想成為你的太太 以後我還想成為你的兒子 也不是你決定的 照理講是你決定的 但是以你現在這樣所造的業來講 是業決定的 實際上應該是你決定的 但是 以你所造的業 不是你現在可以決定的 你如果要決定 那你要多造善業 或是你說 那這個時間 有一個繼續跟我講 之後 因為他的家庭 也是很苦的 很苦的 所以他才覺得 佛法很好 佛法很好 是因為他覺得 佛法會帶他 帶他離這個苦難的世界 可是他又不努力修護我 如果你只是努力不施 不持佛教 你就說我下輩子不在了 就不起沒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去跟醫生講 這個醫院是這樣 以後我不再來醫院了 不可能 當然你可以一直說 我不會來醫院了 以後不再生病 不是 你以後不生病 不是你決定的 你以後生病 不生病不是你決定的 除非你解脫了 你就不在生病 除非你解脫了 你就不在醫院了 你說你不在 當然現在有一個所謂 有一個方法 所謂你往生道 佛國建徒 也不是說你從此不在 也不是說你從此不在 也不是說你再來的時候 不會那麼痛苦的問題 不是說不在 這個你只要說善法就可以 你正見真上就可以 你正見真上就可以 你都不會墮山樂道 人道裡面有山樂道的行為 的苦難 山樂道就變苦難 像不斷戰爭在唐難 這個就有點像出生道 出生到出門就要被吃掉 很容易就不見 出門去找東西吃 回了就不見不到 對 被人家當成食物 出門去找食物 就變成人家食物 然後就被追被趕 所以他有驚恐 他人在跑 他人在躲 躲敵 出門又很小心 人類像這樣 人在戰爭 出生到人 人到今天就有 潭難 躲炸彈 有什麼 還有饑餓之苦 饑荒 饑餓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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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不到基底上常常吃不飽 這個世間有七十五億的 據說有三二肌 還是四二肌 也是吃飽 不常常吃飽 飽不飽 能不能飽 營養過來了就變多了 超過一半以上 真的可以吃飽 這是人道中有所謂二骨道的苦 然後反反中的阿修羅道的苦 常常生氣 這個家裡不是一團人氣 是一團外、一團髒 然後常常生氣 遇見不好的人 常常受傷害 然後承認性極強 多阿修羅果或多葉叉果 那個可文明講得很好 如果黑風吹起草擋 飄渡羅刹谷 就是這個葉 當你落在羅刹谷裡面 周遭的人都不懷疑 都被塞掉 那你活得很辛苦 你又不能跟他一樣 那你也不想跟他們在一起 但是也沒辦法 這是葉刹谷 結論結論這個點裡面是葉刹狀 那人道中有些 我們做三道的苦 那也有受病的苦 非常苦 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受苦 那沒辦法處理 那這些也有 就是身重病 那醫院 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 反覆著受苦 你沒有辦法 又死又死不養 摩又沒不成 也有這樣做 所以人道中有三道道的苦 那三道道真的生死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是不是真真苦 只有講離苦 但是你只是講離苦 你沒有離苦的方法 你的離苦的方法都是不正確的 都是不正確的 痛苦 我就講 痛苦是從愚痴身 不是從智慧身 那麼你要離苦 要從智慧身 你如果沒有 你離苦的方法還是愚痴的 滿愚痴的 這樣是沒有辦法離苦的 你看佛陀時代 那一些六四外套 不動受苦學 那麼要離苦 其實堂受學苦 沒有辦法離苦 那那些佛樂們 想要得到幸福 祭祀施佛神 那麼讓這個佛門面 禮拜六方 從頭發尾 祈禱 持續 就想要得了離苦 明白 明白 所以佛法才會叫他們 正確 離苦得樂的方法 只是你離的是什麼方法 得不知什麼路 不一樣 所以氣理氣經的人來講 氣是怎樣 我們對佛法的誤會太深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要把他趕過來 正確 正確 我這一生已經是最後一生 因為他已經斷了 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是阿羅漢堺會這麼說 如果是出國 俄國三國 三國還有一次 所以他的生還會進 那三國有點像一生補助 下一生就解脫 就是土産裡面的一生補助 最後兩生 阿羅漢堺是最後一生 這一生是最後一生 不會再離 阿羅漢堺會這麼說 就是有這種解脫之間 我生已經 這一生是最後一生 下一生不會再離 犯人的體力 我已經都完全親近了 基本上就是把犯人都親近了 就是煩惱已經斷見了 煩惱已經斷見了 已經完全親近了 應該做的都做了 那麼以後 以後不會再受後 這次不受後 深苦辛苦都不會 以後不會 現在還會生苦 就用永靈涅槃 等路亂涅槃 都不會 連生苦也沒有 就是這個生靈 就用永靈涅槃 他不會再受生苦 那辛苦現在又沒有 辛的苦 都不會再有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得解脫的人 他自己就知道了 不用再跟他講 他自己就知道了 二十世尊觀察 把羅佛羅西解脫或為首 這個是羅佛羅跟佛說的 他整個就是在說 你佛 你為我說無我 那麼我會努力修正無我 那麼得無我之後 我會努力修行 你修行我會得解脫 我會得解脫之間 並不是羅佛羅已經這樣了 他只是跟佛這樣 我會去做 做到這個目標 這個是最後 當時沙馬的 得救勁目標 就是要得解脫 所以解脫道對是這樣 以解脫為最救勁 菩薩道基本上就是以成功 就是像佛這樣 要不是得解脫就好了 就是還要讓別人解脫 但是這個時候 佛觀察這個羅佛羅 所以佛羅說會觀察 這個善邊裏面的成所 善邊成所他就會遇到你 他因為是羅佛羅自己來找別人 所以他就是觀察羅佛羅的心 解脫為為首 那麼解脫為就是 能夠讓你解脫的智慧 能夠讓你解脫的智慧是什麼智慧 就是你沒有常常遇到你 就像我們現在過世解脫為為首 人家那個首還有一分首兩分首 我們這個過世話 可能也是有首 但是沒有那麼首 就是可能一分首兩分首 羅佛羅可能是七分八分首 那完全整首就解脫了 所以解脫為為首 能成所解脫的智慧 那麼還有一個成所 為康認受真善法 真善法其實就是讓你解脫的方法 那基本上如果一一解釋給人家講就是 讓有學正阿羅曼真善到古學的方法 那因為羅佛羅那個時候 不曉得有沒有 如果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他去請國會他說 不曉得有沒有正出國 那一般於鯨鐵類是有學 就是已經正出國了 那麼正出國的環牙不斷劍 那個古我還沒完全完全了解 但是他已經鎮一分 我們這個征違和法身這樣 正出國就是這樣 他斷是分別完劍 比較粗的 那個細的 根本的研劍當然還沒斷 那還有看針智 還有彈癙 他这种就是习惯性 还不容易就是断 所以有时候要七次 七次很多人 如果一万一点的话 七次是很长的 七次有可能几万人 因为人间要看你当时来的 人间是几岁 佛陀是一百岁 最少是十岁 十岁那个时候可能会帮我歇息 比如说一百岁 弥勒佛无师大是八万岁 所以一生就八万岁 一次就八万岁 我们这一次大概就是一百岁左右 基本上都没到一百岁 主位北俊无洲 几岁就活到几岁 我们大部分都活不足一百岁 那基本上是一次 然后到天上 天上都是几万岁 几千岁 那大部分出国的人会生御界点 大部分会生御界点 少多人会生御界点 少多人会生御界点 大部分会生御界点 御界点一次 若再到位一天 比如说两千岁 两千岁 到下来 这一来一往就两千多岁 佛在世的时候 升到天上再下来 坐人的车 不会心 入面好像两千多岁 更简直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没有两千多岁 有些人就是 佛世代的佛弟子 升到高一天 一开始会下来 天佛说法 然后几次以后 天上再想要说 哇 等下哪一天想到 我现在去天佛说法 佛所经过妹 两千多岁 真的 这样就有什么事 因为天上开始 他有天明洞 有树密洞 他有那种习惯 他想要听佛说法 所以佛 他们在佛哪里说法 他就会下来 所以佛说我说法 我们很不停 然后几次以后 因为天上的那个 天上的那个活动太多 等一下这个人要去百货公司 等一下人要去那个什么舞会 等一下去听音乐会 等一下看什么展览 类似我们人间这些贵妇这样 就是 要去参加谁的宴会 谁落成 谁恨成满月 然后哪里有音乐会 二楼师来的 然后哪里来了 哦要去听音乐会 忙得要死 没什么时间 刚开始还会去听 后来就是 因为大家 因为很多人都很好 天明大家都是善心好朋友 然后会比水牙也很好 这个腰那个腰那个腰 你就活动越来越多 然后你就本来是常常去听佛说法 后来是偶尔去听佛说法 后来就没有时间去佛说法 慢慢慢慢他那个就忘记了 所以天明为什么不容易休息就这样 不容易 即使是正见真伤的 去到上面 我告诉你 也一样 就隔一支 但是虽然是有隔一支 但是他的 他的正正真伤 就算他在天上几千里都忘记 他在眼睛的时候 他还会一起来 他就是会遇到 他会遇到佛说法 那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记事都是忘记的 多数 但是有少数人都忘记的 人家人间是真伤的 天人间就是要 所以大多数听佛说法 有些正出闻的 甚至有一些是 因为这样生厌的 有多过来的法 去修学佛法 等到哪一天 想要修学佛法 佛已经露灭几千年了 到人间来 说的都不是佛法 因为他听到的 佛法不是这样子 他这个天上 当时是亲自 听佛这样说 现在到人间来 怎么大家都这样讲 这根本不是佛说的 如果天人下来 看到没有调到一些 他就觉得 怎么佛法变成这样 你们这么多前前的人 修善法的人 圣恩的圣语 都把这个当佛法 他会整个三条线 我看 因为他是亲自听佛说过的 他知道 可是大多数也不知道 他看了几次以后 他就不再整个 讲到道理了 好 我们就让我们一下看 所谓他自己讲 世尊观察 我偶尔的心 解脱或未备所 未看面受真相 这个真相 我刚刚翻作善境 就是真相 真相 可以到 真相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调和环绕到 正阿尔范 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 那与解释就类似说 从有学到无学 但是站在有学的这个 有学的这个 基础上说 从有学到无学到真相 那意思就是 他还没办法做到这 那白话解释 基本上就是能够让你解脱的这个智慧 那白话解释基本上就是能够让你解脱的这个智慧 菩萨道主要是成熟众生的 普遍性 普遍性成熟 其实这样 如以受人 五受并位 所以这个 这本经很多引用 就是说 好 那怎么样 我们来看 我们也是解脱会会所的女儿 那 那 佛祖怎么教得我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解脱会比较成熟 就像佛祖教我们一样 那你看 他是怎么做 那我们说解脱会是怎么会 无我的智慧 好 那无我的智慧就是你在无我这一部分的思维 我们说 不够力 或是芳妄不对 或是精进 不到 不到位 不够力 所以掉上的努力太小 所以他还没到成熟 所以他在告诉他 那 他无我的观察 那思维 不够 不够要怎么样 不够就是常常观察 让他神成熟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无理思维 专心思维跟做做思维 一定要这样 那如果没有思维 一定要思维 肯定生气 看烦恼的深处 看烦恼的灭处 听是这样的 你离开这个武艺真心 去讲修行 都不是 真的 所以你有趣跟受人 就是教别人整个观察物 你自己听 跟你要跟别人说 那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听是种非种 等到要你讲的时候 讲不出来 你就知道你不是这个 但你 比如说 你现在跟人家讲 你自己听的时候 你以为你懂 但是你要跟人家讲的时候 你一定是比较深刻的 你一定是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现在你听 听我这样讲 你不愿 我们再跟你举了 佛说五愿 摄受强行事 五愿六路六处 五愿六六处 讲五我 有哪几种说法 你也听过了 现在你去给人讲 你不愿意讲得出来 因为你是听过 可能就忘记了 不光说记得或深刻 或是深刻讲的时候 有恐惧性 你也不是很真的知道 因为怕人家会 打不出来 所以会害怕 所以你如果你要讲 你一定有准备 你都知道 不知道的 先把它弄清楚 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在口听 知道不知道就这样 可是你用别人讲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都要怎么讲 至少你要知道 那么知道如果你不深刻 人家为了你就不会讲 人家无闻那还好 我就照顺面也可以 所以你又为别人讲 你那种理解 一定是比较深刻的 一定是比较深刻的 所以他就说 你去跟别人讲 因为听 罗霍罗也听很多次了 罗霍罗也听很多次了 你以受人五愿 就是你有去跟别人讲 五愿补我吗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 你有去跟别人讲 五愿补我 这有观念吗 去教别人 万五愿补我吗 罗霍罗来说 未有 世尊 没有 世尊我没有 我没有去教人家 万五愿补我 佛座跟罗霍罗讲 你要去对别人讲 意思就是 他自己想 想得不深刻 但因为别人讲的时候 他就会想得深刻一点 认识更多一点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罗霍罗 听到佛教了 这个时 他就去开始跟别人讲 不是跟别人 遇到人就讲讲讲讲 那么越讲就越深刻 一样 像我跟很多地方人讲 罗教先生 我就开始就很深刻 我别人看出来 我就知道 我也是有那几个那几个 这个杂瓦 什么那几个那几个 讲久就知道了 讲久就知道了 那么你就很熟 那你偶尔很熟的时候 你很容易发生这种现象就是 你坐下来的时候 就会想你所讲的 你不熟的时候 好像不忘记 你当你很熟的时候 常常在想 常常在讲 常常在讲 你就会常常在想 那么 所以你就会 坐下来的时候 你也会想的 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 所以有时候 叫你要异止背受 正念就是这样 常常受持 即是这样 那 所以 意思就是 那么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不懂的时候 然后我就为这个讲 这个讲 然后说的时候 说完了又去找者 说完了又去找者 说我已经为别人说 五欲五文到夺了 好 那佛教老说 因为 罗霍罗去找佛 希望佛为他讲 不过 让他可以解脱 让他可以解脱 那佛陀看 这个孩子 罗霍罗是他的孩子 这个孩子 还没有足够到解脱的 这个地步 最好笑 你这个饭怎么足够不熟 佛陀啊 你是不是告诉我 怎么你给我把饭煮什么 佛陀不告诉我 你去找很多木材 你没有木材 真的抹不够 你怎么样煮什么 你烧一烧 就没有 现在几根火 在那边点点的快起了 你去找很多木材 然后再来 就是那个资料 其实你今天的资料 其实是这样子 佛陀去找了之后 他发现 他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不够多 不够多 所以那佛陀 你再去多么佛陀 我已经跟人家讲了 你再去跟我讲一些 讲到了 能够怎么得解脱 佛陀看一看他 还没解脱 解脱是一定要为什麽 一样没办法 现在跟你讲的也解脱 你也解脱不了 所以现在煮饭 你也是煮不熟 因为木材 虽然很多 但不够多 虽然你木材 没有让那个木材 起伍的那屋穴 那个细的 能够让那个木材 升抹起来 又没有 然后能够让那个木材 熬吃 一直挂过 那个又没有 所以 那只好讲 你再去用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六路处 你再去为别人说 六路处 如果 你有没有跟人家讲六路处 没有 你去说 是这样 怎么今天就先讲到最后 这一步经常常就有用 对我们其实也是有关注 就是说 我们怎样要我们自己的解脱 或是承受 那么最重要其实 智慧最重要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就是你磁场告诉自己 起烦恼的时候 你能够调分 先要做到这样 不让烦恼的相熟 或是不让烦恼争强 那你这个烦恼 你不断当它这一讲 称心越来越大 激怒心越来越强 自私心越来越重 那么这样是 你容易解脱 会不能把它称少 那当你这个烦恼少的时候 那么智慧也会展开 能够开起来的时候 然后再慢慢慢慢 再去增加这个智慧 那么基本上 你就比较容易 在无我上去退一步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领略时间的问题 我们先讲到最后 大家回讲一下 愿与此功的 不及一切 我来命与众生 我来命与众生 接口成果大 接口成果大 求求你